这绝不是一个女人该有的身手 一把钻 男人就被打得服服帖帖 碰见流氓 直接在菜市场把他们吊打 我猜你已经被他吓成了 表情包的第二个表情 在越南 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 别小看他现在一身春姑的打扮 他原来可是这里的大姐大 二凤 只因为那个迷人的夜晚 凤姐有了孩子 于是他选择照顾女儿退隐江湖 然而就是这么个狠人 却被一群劫匪抢走了孩子 凤姐想追 却被一群毛贼挡了路 她知道 这是仇家来寻仇了 几个回合 他们就被凤姐玩爆 但这时女儿也被抓上了船 凤姐纵身起跳连忙去追 可在水里根本就施展不开 没几下 她就被劫匪打入河中 看着被抢走的女儿 凤姐急忙上岸 开走大爷心爱的小摩托 凭着精湛的技术 她飞檐走壁 眼看就离女儿不远了 但这时被打倒的劫匪追了上来 两人在车上挽起了暴力摩托 危急时刻迎面开来了一辆小皮卡 他们的小摩托都被撞翻在地 被撞梦的劫匪在河边寻找凤姐 而这时 漂亮的连招直接把她带走 凤姐想去找孩子 但劫匪已经开着小汽车扬长而去 死 必须得死 她打听到了车子开往西贡 看来是曾经的仇家干的 但为了女儿她必须要冲上前 那个女人回来了 一副村姑的模样 十分狼狈 看着曾经的大姐大 小太妹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果真是虎落平阳被犬妻 但为了救女儿她管不了这么多 她一家一家的在这里摸索 好在老天眷顾 线索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可男人举手就打 完全没打算说出情报 要么说出真相 要么死 在死亡的威胁下 男人果然很诚实 绑走她女儿的是个贩卖人体器官的团伙 他们人缘众多 体量十分庞大 看来自己不在的这些年早已重新洗牌 但你凤姐还是你凤姐 她直接找到了人贩子窝点 男人刚想问她要个QQ 但下一秒直接就被打晕 凤姐一路打到了老大面前 团伙中的老大十分嚣张 只是瞥了一眼就慢慢坐下 紧接着又是一群手下扑向凤姐 不得不说这打斗场面真的十分过瘾 没一会儿虾兵蟹将就被凤姐打倒 老大终于觉得有点意思 于是启事走到了她面前 凤姐上前就是一记鞭腿 但老大纹丝不动 接着她开始反击 老大实在太强 没几下就把凤姐打得七荤八素 她终于撑不住倒下了 但凭着最后一丝理智 她听到了老大的通话内容 那是关押女儿的目的地 当她再次醒来时 身边是冰冷的河水 手上是冰冷的脚料 她要死了 但女儿该怎么办 过了好久 二凤在医院醒来 她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原来是检查及时出手相救 他们已经盯这个团伙很久了 根据二凤提供的信息 他们来到了火车站 这次她要跟邪恶正面对决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 犀利中带着五分的霸气 打斗中又带着三分不屑 一身春姑的打扮 却有杀手的致命气息 你没猜错 她是曾经的黑帮老大 但就是这么个狠人 孩子却被人给绑架 甚至还把她抓住一番羞辱 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就只能让她付出血的代价 得知二凤席来 老大命理手下把火车分离 运送孩子的火车和他们分成两路 要救出女儿 凤姐只有把她打倒 但老大实在太强 没几下就让她爬不起来 父亲留的遗物掉落在地 凤姐的脑海中开始浮现老爹的教导 在这一刻她的潜力完全爆发 她不会输 更不会死 她要让老大为她犯下的错 为她荼毒的无助无辜生命 付出血的代价 杀死夜叉后 凤姐终于找到了她的孩子 而回头看 还有更多的孩子被残害 这时的列车顺着铁轨 滑到了他们的脑巢 这里人数众多异常危险 但为了身后的孩子和女儿 这场仗 她只能赢 看到这儿 请大家为凤姐的英勇点个强烈推荐 凤姐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内部 灵巧地伸直在人群中急速移动 拿着杀手的枪在窝点 绽放着死亡莲华 每一会儿一群虾兵蟹将就被打倒在地 清场过后本以为安全 但这是一颗子弹袭来 凤姐被打倒在地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 最后这个团伙也被集体剿灭 母女俩也终于团聚 因为杀贼有功 凤姐也成了人民眼中的英雄 电影结束 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有类似的电影请推荐给我 我是古珀 爱你们